你看我大宝宝的 还有模有样的 这小家伙还不哭不唠 老老实在怀里呆着 这到底是哥哥妹妹 刚说完就开始唠了 抱不住了吗 放下来 你看哥哥抱点 抱得多好 下课了 下课回来了就得看一下 这里摸摸 那里摸摸 之前还不敢抱 现在应该会敢抱了 你喜欢妹妹不 喜欢 那是弟弟的话你会喜欢不 也喜欢 我这小伙你看抱起来好有经验 好有经验 我的妈呀 又抱起来了 这两个人差了十岁啊 整整十岁两个人 一个好大一三年的 这小家伙是二三年的 放下放下 哦 又开始闹吼 哦又开始烂腾呐 疼的 吻 出生之后,我家大宝和岸宝两个人每天放学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找妹妹 然后摸一下,亲一下,围着,绕个几圈 心里就舒服了,感觉挺欣慰的 这就是老天,两个人放学回来,没找到妹妹 可能会不习惯 现在已经都养成那种习惯了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找妹妹 这两个现在抢着抱妹妹 你也要抱啊 你抱得住吗 抱得住 行行行,我让你抱一下 抱一下 我没那么便宜的妹妹 抱好了,头那边再高一点 你个爆炸弹似的 重不重 不重啊 不是你抱着 抱不住了 抱不住了 妹妹给你们俩玩 自己玩自己的去 奶奶放便宜 把你抱抱抱抱抱的事 她打不着你 你说两个哥哥把你当玩具玩,这还得了 不理了